工業粗礦style就是愛缺陷 一入到千多呎的單位 突然間好像穿越時光機一樣 來到工業革命時代 屋主在屋裏不同角落放了烏絲燈 配合歐式古典加起來 感覺好像置身十八世紀 我覺得這個原作是木很重要 而且木更不能選擇一些滑滑滑 和比較伸促的木 因為以傢俬店來說 我們都選用一些回收回來的烏絲木 第一它的表面比較粗糙 第二它的確有幾十年的痕跡 Joseph覺得火爐也很重要 因為工業風加矩 往往被人冷冰冰的感覺 火爐就可以加點亂意 天花掛滿工業吊燈 中間是烏絲燈 其餘的是LED燈 做出幽暗的效果 最特別是長生的花線 屋主特意把花線弄斷 然後在周邊畫些痕跡 令到長生帶點陳舊的感覺 少許粉色拼湊亂意的火爐 粗造的木家具 幽暗的烏絲燈 令整間屋產生美妙的化學作用 如果很想像屋主一樣 就跟我進來這間店 本月初 Joseph開設首間商場店 店裡買的都以18至19世紀 工業風的家具 部分還加了古典及羅漫色彩 這張以美國獵人椅為藍本的啡色彩燈 少了工業味 反而多了古典氣色 這款球形烏絲燈 是以麻繩設計成吊燈 很有原始味